又到这条熟悉的路上了 澳城店,这是我们的澳城店 今天晚上时候会到我们潘安城店去 小晶昨天延误了 他坐飞机没有不延误的 他去成都也好,去北京也好 来回都延误 按我们以前的话,这叫扫 人品不好 开玩笑,说着玩 有的人坐飞机就是延误 很奇怪,运气就是不好 昨天回来发现一个什么事呢 之前元元一号交房租的时候 我一看怎么还有水电费呢 我一个月没在家,我也没用电 没给人垫钱,就把房租钱交了 结果昨天回来一看 空调开了一个月 然后很不好意思把钱给人 这个应该装了不久啊,一个灯都不亮了 走之前还不是这样啊 我一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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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又在排队 所以现在应该不是海岸城人最多的时候吧 海岸城我觉得应该像是 就是和Soho那边是一样的 三里屯Soho那边是一样的 夜生活比较丰富,晚上人会比较多 去给小金他们买星巴克 有些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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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女生在这个地方 就是任何她一样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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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mam 就像是一样的小的小的一样 睡觉着睡觉 就像是一样的一样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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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的一个水桶包 全新的连钉膜都在 大家看一下吧 填充 然后其实我觉得 大家在日常 使用的时候不用再过多 去觉得好像 这种 叠堆的感觉吧算是 其实我觉得叠堆一些反而挺好看的 尤其是这样 穿过来之后 穿一个两个无所规 里面放一点东西这样 其实真的是可以 作为整个身上 衣服也好配饰也好 这些的一个主角在 它可能黑色会比较暗一些 因为之前我有看到一个顾客 有发他的照片 有一个颜色 可能是霉红色之类的这样的一个 pickle team 然后我觉得 整个主角 整个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OK所以pickle team 这个一般原价加配货 可能要两万多了 两万多了 那公司的阿亮 其实跟我说过 就是爱马仕的这个边油呢 做得很好 就是薄薄的一层 这个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因为它并没有其他的加工 就是这样一层牛皮 然后toco牛皮 里面呢就是最原始的这种状态了 然后外面就是 这个它皮质的这种花纹 然后这里呢 整个边油层 就看得出来爱马仕的这个做工了 然后整个金属其实很少了 就是三个 加起来一共三个这样的方形的小环扣 然后几个底钉而已 这个小包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其实作为爱马仕入门级的这种小包的话 它的这个分值真的是不低 分值真的不低 而且真的是被很多很多人去追捧 然后它还有22厘米的 不过电力目前没有 以后再来的话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呢 其实它也是有它的锁和钥匙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般来说就是 因为这个它是个敞口设计 没有不像薄金和凯莉那样 可以很就是有 它有盖子 可以很 私密性很强 然后也很安全性也很强 然后它会用一个锁做一个坠子 这样 因为全新的我就不给大家安上去看了 因为整体比较黑 我们在陈列的时候 给它挂了一个红色的小海豚 这样 会提色一些 给它一些点缀 真的真的爱马仕的做工真的很棒 好的 那今天就是这个 全新的 然后它的防针带什么都在 如果需要的话 了解更多的话可以联系我 今天还要给大家看的一个是什么呢 是爱马仕的一件 应该是叫皮毛衣体的衣服 做给大家看一下 是录一下展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哈喽 有个宝物了 没办法 本来说今天拍一个 皮肤挺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衣服就好了 刚好闪送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鳄鱼皮包包 因为这个颜色的鳄鱼皮包 在北京店里也有一个 伯晋三五的 打过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香粉钻的鳄鱼皮 倒杯鳄鱼皮包 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它钻石的部分 这个 这个 然后还有这里 这是它钻石的部分 它的刻印呢在这边 是一个方框Q刻的 然后整个包身也都特别的 可以说完美吧 真的是这个颜色 这个紫应该是叫天方夜谭紫的 这样一个包 好奢华 真的是好奢华 不说呢 即便我们不能拥有 看一看 我觉得也是 也是真的是一种享受 这个包包的稀有程度 绝对不亚于喜马拉雅 而且它比喜马拉雅贵很多 刚说到在韩城 会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天哪 我要在这待很久很久 你看我也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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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